我求你了好不好 以后作文别再写我的爸爸了 我真的丢不起这人啊 你看你写的 我的爸爸很不懂事 早上起来就让妈妈给他找妹子 我的天哪 我什么时候找过妹子 妈妈正在做饭 不耐煩的说 昨天不是才给你找过妹子吗 爸爸说 昨天的妹子找不到了 这时外婆笑了笑说 这么大个人了 连个妹子都找不到 跟你岳父一样 也是天天让我给他找妹子 爸爸说 那我去买个吧 外婆说道 花大钱干啥 我找个你岳父的妹子 你先用着 爸爸说 那都不好意思 外公又说 没事 我的妹子多着呢 你用吧 你外公都多大年纪了 他哪来的好多妹子 于是 爸爸高高兴兴的跟着外公去找妹子了 我们那是找袜子好不好 不会写的字 你能不能用拼音啊 怎么是胡了 你这写的啥玩意 当一群老师被囚禁在一间屋子里的时候 你倒是挺敢想哦 这老师是跟你有多大仇吗 语文老师在写遗书 数学老师在计算生还的几率 物理老师在思考如何能够产生淡水 化学老师在计量 房间里的氧气还能撑多久 这两位老师做的事倒是挺关键哦 美术老师在给大家画像留念 音乐老师在唱祝你平安 英语老师大声的喊 Help me 都这个时候了 能不能不说英文了 万一外面有的人跟我一样 听不懂英文怎么办 直接说救命不行吗 地理老师在推散这个房间的具体精纬度 历史老师在考究这个房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用的是几号混凝土 这地理老师历史老师心挺大 都这个结果眼上了 还研究这个干嘛呀 只有体育老师走到门前 二话不说 一脚把门踹开 然后带着所有老师逃了出去 事实证明体育课才是主课 是最有用最现实的课 关键时候能救命 那你这意思 以后就上体育课就得了呗 秀儿 秀儿 秀儿是哪个 英语单词当然秀儿 那读物秀儿 秀儿 下一个 摁脚 摁脚 秀儿给你摁脚了 什么秀儿给我摁脚 单词享受摁脚 Enjoy Enjoy 你当年是怎么上的学呀 小时候家里穷 农村里上学哪里学这么多 哪像你们现在学习条件这么好 你们当然就会找借口 自己不努力 还怪地球没引力 我说不过你 反正我对你要求也不高 以后能上个学就行了 我可不像你 我要努力学习 以后考到北京的大学去 呦 那你想好以后做什么了吗 我想好了 我以后要像桂海潮叔叔那样 从我们这个小县城走出去 飞上月球 但是不知道桂海潮叔叔学了什么专业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让他也下等一个看看 回来顺便给你带他鞋子 我现在每天做梦 都是你写的这些反应词 悄然离去的反应词 来了老弟 我去 悄然离去是对欣然而来 还来了老弟 泄气的反应词 什么鬼啊你 你以后少看一点手机行不行 这都是网络上学的 开始的反应词 BBQ了 咋还BBQ了 开始是对结束 知道没有 安静的反应词 好嗨哟 还笑 安静的反应词是 喧闹吵闹都可以啊 还好嗨哟 再看这个爱抚 爱抚的反应词 盘他 我一会儿要盘你 还盘他哦 今天就是除夕夜了 我们父女俩在这里给大家 拜年了 新的一年我祝大家 严美吐气 我祝大家 突飞某季 我祝大家 突然报复 嘿嘿 你能让我说两句不 好听的都让你说完了 我们祝大家 兔年大吉 新年快乐 天哪 啊 我的妈妈美如鲜花 哦 我的爸爸丑如泥巴 咦 为何妈妈爱爸爸呢 哎 因为鲜花不可没有泥巴 你这自由诗写的 还挺押韵的 可你这光正美你妈 可你老爸如泥巴呀 我有那么丑吗 我夸在我妈子门了 你也不是常常夸牛二姨很好吗 哈哈哈哈 看下一首 哈哈哈哈 熔狗 狗狗狗 出门跟我走 我在吃肉肉 他在啃骨头 哎呦 这就是你写的诗呀 怎么样 也很押韵吧 有人 押韵个屁呀 哈哈哈哈 人家让你编写两首诗 你搞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两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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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天 爸爸带我三跪九寇的来到车站 啊 鬼鬼祟祟的坐上了公交车 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公园 哈哈 陪我去 哈哈哈哈 不就坐个公交车吗 没必要行三跪九寇的大礼吧 哈哈哈哈 还鬼鬼祟祟的 在草木结冰的公园里 一个身影嗖的一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会儿 定眼一看 啊 原来是牛阿姨 哈哈哈哈 怎么又写牛阿姨了呀 写我还不够惨是吧 牛阿姨对我说 要好好学习 将来一定会人头落地 呸呸呸 什么人头落地呀 是出人头地 乱说 你别笑 爸爸对牛阿姨说 你家儿子才是 大鱼若智 牛阿姨听后 笑得合不拢嘴 我说的是大智若鱼 好不好 我们两家就这样 有说有笑 度日如年了 玩了一整天 感觉真的 好嗨哟 哎呦 你妈 哈哈哈 闺女啊 今天咋回事啊 你怎么还跟牛阿姨吵起来了 嗯 他既然说你抠 我很生气 他一点都不了解你 哈哈 就为这个呀 没事宝贝 只要你了解爸就行了 他们了不了解 你管他干啥呀 哈哈哈 你不是抠 是穷 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大方 所以罢财老是说你 让你好好学习 等你长大了 有本事了 我看他们谁敢把我看扁 有人 谁会把你看扁啊 你身上挂了一百多斤的肉 肚子鼓鼓的 就是钱包总是扁扁的 哈哈 那还不都是投资在你身上了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好好学习 考个好大学 等将来有出息了 给爸买个别墅 再给爸配个豪车 我看他们谁还敢骂我看扁 你去做个梦吧 梦里啥都有 哈哈哈哈 写作文 不要乱用词好不好 嗯 让你写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 增强好色的人 你别笑 是增强好色 怎么是增强好色呢 哈哈哈哈 每天都是忙碌的一天 干着禽兽不如的工作 我干什么了呀 还禽兽不如 晚上才能陆陆续续的回家 你有几个老爸呀 还陆陆续续 像恶狗扑石一样 跑到餐桌上 倒了一杯美酒加尿 你想什么 是美酒加尿 不是加尿 有志无孔的喝着 可以说是满面膀胱 是满面春光 膀胱怎么会长在脸上呢 看到他累得猪狗不如的样子 我也是喜极而泣 来来 你给我喜极而泣一下 给我看呀 明天的时候 我记得到你 这期充满小颖给你